给人家老师送点礼物 你送个挂历 这挂历还是别人送你的 你怎么不把你们家 去年的挂历摘下来送给人家呀 去年不行 那有重要用途 你还有用 有什么用啊 给牛肉包书瓶 对 真行 你俩就是头子 你俩是真抠我你俩 爸 爸 你刚才是不是把一个二号楼的老爷 那老爷爷记得小区黑名单上了 那老爷爷是我们新班主任的爸爸 啊 哎呦 妞妞 哦那老爷爷是你老师他爸爸呀 你咋知道的妞妞 我刚才路过二号楼 看见我们老师管的叫爸来着 那老爷爷记得不行不行的了 他还不停念到一句话 啥呀 少刚的你不是个东西你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你 我是学那个老爷爷说的 不去瞎学你知道吗 这孩子怎么不就好 行行行行行 别熊孩子 我跟你说啊妞妞 你爸爸确实不是个东西 但是你不能说 我可以这么说 我问问你 当时你老师怎么说的呀 老师就说 原本参加的东丽营 因故取消了 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一声 看见没有 啊妞妞啊参加不了东令营了 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不 可是 爸 啊 爸 哎 这孩子怎么还学会一声叹息了 这叫一声叹息啊 孩子这叫有苦说不出 看见了吧 报应了吧 欺负人家他爸爸 人家老师一双小鞋 蹭就塞在你嘴里 你什么意思啊 哇什么意思 你听不出来啊 孩子说了 东令营因故去不了了 因故 这个故是什么 就是你欺负人家他爸爸了 老师下手这么快吗 哎呀钢子 咋整啊 你说东令营 那妞妞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突然不能去了 他那小心灵 他能受得了吗 他啊 别愣着了 想办法呀钢子 我 渴 我